前面的是输出公式 那有个清除 那另外就插入那个定义嘛 那我们有个这个手机 有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指的就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这个哦 所以特别注意哦 跟外面这些什么列 跟这些蓝无关哦 这边指的是这个范围的 这个范围只有一列 所以前面那个数字一定是1 不可能会2 因为没有2 那蓝的话一定是这个是第一蓝 这个是第二蓝 这个是第三蓝 跟外面这个无关哦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那你有这个概念之后呢 以后要做处理的话就 就单纯了 OK 然后把它直接点两下 那这样这一题就完成 所以 再来你就把它储存就可以 那不过特别注意哦 你会发现储存 它不会跳什么 不会跳那个 是否 有没有 原因很简单 原因是因为 这个档案是什么呢 XLS 是2003的格式 除非说呢 你将来要另存新档 就是说你把它在 另存成什么 如果比较正确的 应该是存成 一样是启用聚集的活跃部 它原来是XLS 所以你如果要比较保险的 当然就把它存成新的版本 OK 那把它存成也可以 那 那你会想说 那新的版本 跟旧的版本 有什么差别 其实最大的差别 你把它Ctrl向下 再向下 你会发现 旧的版本是6536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 我把它关掉 因为我存成新的版本 刚刚是旧的版本 新的版本你打开之后的话 那它的那个启用内容 你把它一样Ctrl向下 Ctrl向下是这个范围的最下面 再Ctrl向下 有没有 1048576 所以2003以前的版本 最多列数就6536 6万多笔 新的版本就104857 就100个万笔 所以我想100多万笔 存资料应该也够了 如果你要存100多万笔 大概基本上 一般性的应用也足够了 但如果说你再更大 那就存在资料库吧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们就完成这一题 要把它储存一下 把它存档 那再来后面的话 还有其他题 其他题的话我刚好讲 就是说更困难 就是你中文字不在 那个中 不在前面 而在中间 或者是任何地方 那或者是说 你要抓的不是中文 你要是数字 或者是英文 那当然逻辑就非常复杂了 那至于怎么做 我们后面来看 因为这一题相对比较困难 我们先找比较简单的吧 151 其实这些题目都是从那个 我之前跟各位讲 那个参考书目的那个什么 Excel的468招里面出出来的 当然我是参考它的 它的解答其实并 我觉得不够简易 有些的那个公式 讲的太复杂了 那我就尽量把它简化 所以我的逻辑是 看到太复杂 我就把它简化 然后解决的方法 就越直接越好 因为如果你绕个圈之后 你自己都忘记 你是怎么解决的 所以越简单越好 那打开151 不过今天应该讲完这一题 应该时间不太够 所以回去的话可以试试看 我们希望这个逻辑 这一题有讲过吗 没有 请你先delete掉 这个本来是有解答 但是因为我们就是要 你去想怎么做 当然你可以偷看一下 里面的话 其实就是会用到几个函数 1.Find函数 2.Mid函数 3.IfL函数 所以会用三个 这三个 可是问题是三个 怎么逻辑很简单 1.找钱瓜葫的位置 2.找钱瓜葫的位置 3.找后瓜葫的位置 3.用Mid去找钱瓜葫的下一个位置 并且算出它中间有几个字 然后把资料搬到B栏里面来 就这样 但是有可能一种情况 就是Find函数如果找不到的话 它会出现错误 所以如果错误的话 用ifL把它过滤掉 就不会出现有错误的状况 所以我把重点快速讲一次 那当然做完之后 我们一样 录制聚集 不过录制聚集 我觉得好像大概知道就好了 所以我们就跳 那个丢公式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 别准不要丢公式 丢结果 所以丢公式完之后再丢结果 就是在VBA处理完 把最后的结果 刮物里面的东西帮我丢过来 最后再制定函数 就是今天讲的东西 只是换个范例 重做一遍 所以第一个 我们也许用Excel函数来做的话 会有三个 第一个呢 我们插入函数里面可以用Find函数 可以用Search 那有什么差别 大小写 Search不分大小写 Find会区分大小写 不过这一题里面都中文 没有什么大小写 所以用Find用Search都可以 用Find字比较少 用Find好了 OK按确定 那比较小 真的有时候我看 这个字比较大 用这个字比 那好气 有时候干嘛 用那么复杂的逻辑 越简单越好 真的 简单越 图数 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反而你用一个很高干的 最后发现 你以后都忘记了 而且你做一次OK 下一次就忘了 华力 真的只是瞬间而已 因为 没有 这 这 想扯太远了 写程式最后 可以跟人生哲学 扯上 关系 不过这当然其次 OK 不过写程式有时候很无聊 就是 写一写还是要自娱一下 不然的话真的 会写到最后会走火入魔 OK 好 那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Find函数 它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 Find函数 请问一下你要找什么 找钱瓜糊 没有 那你打钱瓜糊就好了 within 去哪边找 去这边找 它会告诉你 有第三个 但特别是说我练习的时候 我是在B3 我不是用B 因为这边没有瓜糊 因为你做 会找不到 所以我用B3练习 那star number 意思是说从哪个字开始 预设是从第一个字 但我们现在把它控一下 因为我还是从头找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后 后瓜糊的位置的话 其实也可以用Find 所以你这边的话 Find函数 然后后瓜糊的话 后瓜糊 然后去哪边找 去这边找 所以你会发现第九个字 那意思是说从第四个字到第八个字 是我们要的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先用Find之后的话 先Find前瓜糊 Find后瓜糊 大概知道逻辑之后 把这个公式剪下来 做什么呢 再插入函数 接下来用mid mid做什么呢 mid我要切割的字 mid就是从哪个字切到哪个字 那我test的是这边 star number把它贴上 找到嘛 刮糊在第三个 那可是我要从第几个 第四个加一 对不对 因为我要留云 刮糊 刮糊如果要 我不要刮糊 我要刮糊后面那个字 那这个几个字的话 你再贴 但是请你把这个前刮糊 改成后刮糊 有没有 后刮糊九个字 可是不对太多了 剪掉前刮糊再贴一次 但是不用改 但是你会发现多一个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从第四个字开始 那前刮糊变多一个 怎么办呢 减一就好了 要没有 出来按确定 那再来向下填满 也可以向上填满 OK 但是问题来了 没有刮糊的就是 会有个紧开头的 在seal里面呢 只要是紧开头的 都是错误讯息 像紧什么 紧NA 有没有 常见的吧 紧REF找不到东西 参考的范围 都是紧开头的 那这些东西 如果要把它去掉的话 很简单 就是 把这个公式 一样解一下 插入函数的话 找逻辑 特别之后 逻辑里面 的ifl if就如果 l就是错误 如果有错误状况的话 那 请你把刚刚的公式贴到value 让它去帮你检查 如果发生错误的话呢 那就变成没有 没有的话呢 就输入什么 对 两个双以后 这样子呢 按个确定 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呢 仅value呢 就不见了 所以 其实你们工作 isail里面 如果很多 仅开头的 如果你希望瞬间消失 很简单 就把那个公式剪下 贴到ifl里面 没有东西 全部不见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那这个做完之后 后面呢 当然就是vba了 不过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这个后面部分呢 可能没办法讲完 所以呢 请各位回去 先试着做做看 那做的东西就是 也是sub sub 有三个按钮 一个按钮是丢公式 清除 再来就是什么 用vba做完 丢结果 不过vba丢结果 可能比较困难 也许下一次我们再来看 你可以试做看看 答案云端上都有 另外就是制定函数 今天讲过 这个也可以用制定函数 只是 也是 会多一个逻辑判断 那如果你想要 参考的话 云端上也有答案 那今天的话 大概就是把那个151 的函数部分讲 剩下部分也许下一次vba 我们再来看 那讲完这个151之后 再来就逻辑函数了 逻辑也是非常重要 回圈 逻辑 那其实在很多工作 大概都会用到 所以这个部分下一次 我们再来看 睡觉 各一带 各一带 有点赞